所以说呀,这大将军王一词啊,完全是康熙老皇帝为了给这位出征的儿子长威风助生士嘴炮出来的 您还别不信啊,这个我可有证据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自从咱们九子夺狄这个故事开始以来啊,就有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昆仑刘石,这不对啊这个,这不是你风格呀 咱们不是每次讲一个系列都是从热闹的那头先讲吗 这回怎么就一反常态的先讲冷门了呢 你像什么大阿哥,三阿哥,废太子之类的 您别急,为什么这样讲啊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和平时咱们讲后妃不一样啊 您说咱们要是讲这个顺制的妃子,咱们先讲哪个不一样啊 所以啊,我得用那个热闹的先把您勾住了不是 哎,我怎么一不小心把这实话秃露出来了 这应该算是商业秘密吧这个 可是咱们今儿说的九子夺嫡这个故事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脉络 我要抽冷子插中间给您讲啊 您可能就听着比较乱 故事接不上就没意思了不是 可是啊,您也别着急 今儿咱们就讲一个在九子夺嫡当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谁呀,这位就是十四阿哥 亲命抚远大将军印提 有人说不对嘛,这印提不是福远大将军王吗 哎,咱要说到这王的称号啊 咱们就从这王开始聊起 这印提能够拥有大将军王的称呼 与他担任福远大将军有关 但不是每位福远大将军啊 都能得到这个大将军王的称号 印提本身呢,他可不是清代唯一的福远大将军 但是呢,他却是清朝唯一拥有大将军王称号的福远大将军 怎么这么绕嘴啊 大将军王本身呢,他不是爵位 咱们纵观康熙一朝 印提最高的爵位也就是顾山贝子 所以说呀,这大将军王一词啊 完全是康熙老皇帝 为了给这位出征的儿子长威风助生士嘴炮出来的 您还别不信啊,这个我可有证据 出征前呢,这康熙老皇帝的圣旨这写的明白啊 亲命印提为福远大将军率兵进驻青海 讨伐策望阿拉不坦 封大将军王并以天子亲征规格出征 用整皇旗道依照王道式样 您听了吗,关键就在最后一句 依照王道式样,依照王道式样 就是不是个王 关于这大将军王在青海是如何征讨叛军策望阿拉不坦的 咱们呀,先放放,过后再聊 既然咱们要聊这人物的生平吧 那咱们就真得从他的出生开始聊起 说到印提的出身呢,我知道不用我多废话 因为大伙都知道啊,这印提的生母就是孝公仁皇后 她和这四阿个印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是同父同母的亲哥俩 印提出生于康熙27年的征月初九 和皇宫里多数的阿哥格格不同 老十四是被自己的亲娘抚养成人的 那有人就说了,哪个孩子不是自个儿的亲娘带大的呀 诶,这句话在宫里就说不通 因为必斗和生母地位低下种种的原因 皇子们很难在自己生母的身边长大成人 并且这皇家认为 皇子和自己的生母稍稍的感情上有些疏离 就会很大程度上的避免外戚专权的现象 孝公仁皇后乌雅士,生印真那会儿啊 她只是康熙后宫中的一名树妃 四阿个印真,刚出生没几天啊 就交给这孝义仁皇后抚养 就导致后来雍正啊和他的亲娘德飞 两个人的感情啊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平淡 到了康熙十九年 乌雅士又生了皇六子印作 这会儿的乌雅士的位分啊已经是贫位了 已然啊是这宫里的主子了 生了儿子自然就自个儿带着了 可是没高兴几年呀 这印作早生死了 那年啊是康熙二十四年 这德飞娘娘这错难过呀 你说这大儿子把别人养着 这二儿子又早亡了 这有儿子呀 等于没儿子 这命怎么那么苦呢 幸亏呀这老天爷和这老皇上啊 都挺眷顾他的 就在康熙二十七年 在康熙皇帝的通力配合下 这乌雅士又生了十四皇子印提 这会儿这乌雅士的位分就更高了 这会儿啊他已然是得飞了 生了这个老小之后啊 自然是自己带着 那份儿疼就别提了 狠在嘴里呀他怕化了 顶在脑袋上啊他怕脆了 用当年我姥姥的一句话呀 说这孩子疼的呀 是沾巴的摸巴的 这乌雅士啊疼孩子 疼的是真险乎了 不但如此啊 这老皇帝一看这乌雅士 对这个小儿子这么好 于是乎呢这星星兮星星 他对隐提啊也是另眼看待 在清朝那晚啊 受宠爱的皇子 通常能在宫中支取物品 也就是说 把一些古玩字画从大内取出来 到自个儿家先摆着挂着去 到了年头的时候啊 再给宫里交回去 这种特殊的优待啊 是以年头为限的 这隐提啊 他一共享受了整整七年 在康熙朝众皇子当中啊 那是堆分了 说句良心话 这印提受宠 也不单单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 这孩子他打小就聪明 并且呀随着慢慢长大呀 文武双全 九皇子印堂就这样夸过印提 印提聪明绝顶才得双全 我兄弟皆不如也 不光如此啊 这兵法韬略学的也是不错 在带兵打仗方面 比起其他皇子也是略胜利筹 要不就康熙五十七年 青海返了策望阿拉不坦 这老皇上啊 也不会亲封他为 抚远大将军去评判了 要是说这惯孩子 宠孩子 溺爱孩子呀 他没好处 这看着呀 是爸爸好 妈妈好 儿子也好 可是啊 就容易把这孩子的性格宠歪了 和现在呀 很多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一样 这老十四心里就认为呀 什么好事轮到我头上 那都惹定是天经地义的 说话办事啊 直来直去 谁的面子也不给 有人说呀 这种性格好 是率真 也有人不同意呀 说这呀就是鲁莽 说到这儿 咱不妨互动一下 那您认为 这是率真还是鲁莽呢 咱们先不管结果如何呀 总之这种性格 给老十四的一生 带来的影响很大 您往后听 这一日长两日短 一转眼啊 就来到了那个热闹的年头 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应仍第一次被废 在这之前呢 这老十四虽然受宠 但是故事点不多 唯一有一点戏剧性的就是 这老十四应提呀 和自己的亲哥哥 四阿哥应真 关系平平 他教好的 是那个八贤王 八阿哥应四 也就是说呀 他妥妥的 是后来呀 所谓八野党的议员 在这次事件当中 太子被废 大阿哥被终身圈禁 八阿哥应四 也因为广结党羽 蓄谋处位 在自己的父皇心中 失去了信任 就在朝堂之上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 身持八阿哥结党的时候 这时 十四阿哥应提 突然跪打位八个求情 史书记载 尹提奏约 八个无此心 臣等愿宝 康熙皇帝这会儿震怒啊 就是因为八个应四 结党营私 皇十四子应提 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那不就直接证明了 他们二人是一党吗 这康熙皇帝 极其愤怒 于是就抽出配刀 又砍了十四子应提 就在这当口啊 还好众位皇子啊 连忙跪下苦苦的哀求 更有这五皇子殷旗 一下子就趴在地上 抱住自己爸爸的腿 不撒手了 这才免了朝堂之上的流血事件 可是老皇帝说呀 饶是饶不了 拉出去 打二十板子 大个应之 之所以终身圈禁 不光是因为谋害太子 其中也有 与老八应四结党的原因 这老十四 也与应四结党 除了这二十板子之外 是不是也得受到重罚呢 没有 康熙皇帝是这么认为的 老大应之结党 是为了害兄弟 可是这老十四呢 是为了保兄弟 在人性上啊 这二者之间 就有明显的差异了 试问 这当爸爸的 谁不想自己的孩子 兄有弟公 相敬相爱呢 在这儿啊 他虽然惩罚了老十四 但是他心里觉得呀 这个儿子行 够义气 有我们这满族人啊 豪放的性格 为了兄弟啊 有担当 所以啊 这九月份 老十四挨了爸爸二十板子 转过来到了十一月份的头上啊 这康熙皇帝啊 真有出手的 把原来上三级老大首席的左领啊 全部划到了老十四的门下 也就是说呀 因为这件事啊 老十四在八级中的地位 有显著的上升 不但如此啊 在康熙四十八年 老十四还被封为了顾山辈子 个人利益和地位的提升啊 还在其次 以印四为首领的八爷党认为 如今的老十四啊 是正得圣心眷顾 所以啊 应该是下边八爷党重点的扶持对象 这老十四啊 他也飘了呀 他认为爸爸对自己如此的厚爱啊 那肯定寓意着什么 于是啊 他身不由己的 也望这个储位的方向够 他觉得储君太子这把椅子呀 那保不齐就是自个儿的 于是他和八个印四的联系 就更加密切了 就在这年啊 康熙皇帝决定再次北首 这次北首啊 他带了老八印四 并没有带老十四印题 这老十四也是胆大包天 他为了与老八串联起来更加方便 竟然啊 化妆成商人沿路尾随 行不行子的 就深更半夜 跑到老八的帐中 与他密谋串通大势 这玩的老十四啊 正是人生和事业的上升期 几乎啊 被成功和胜利冲昏了头脑 因为自己的莽撞啊 反而得到了父亲的信任和褒奖 可是我觉得这老十四啊 他是一个不善于总结和琢磨的人 哎 那谁善于总结呀 我呀 您知道 在这次事件当中 他同父同母的老四印针 得到了什么吗 康熙皇帝是如此评价 四阿哥印针在伊费太子之时的表现的 前居应仁之时 并无一人为之承奏 为四阿哥 性量过人 身知大义 屡在阵前为应仁宝奏 自此居心行事 寻视伟人 您看 爸爸这么夸儿子 那评价怎么能说是很高呢 那是相当的高啊 您这老十四印提 闹了半天 还挨了爸爸二十板子 最后不就落得个册封顾山贝子的爵位吗 要知道啊 这清代皇子的爵位分四等 这首一等呢 就是和朔亲王 次一等 多罗郡王 再者啊 就是多罗贝勒 最后才是顾山贝子 这老十四得了个贝子爵位啊 就美得要上天了 殊不知这老四印针呢 那可是被禁封为和朔雍亲王 这俗话说的好啊 他没有比较呢 他就没有伤害 关键是啊 这二巴愣子的老十四啊 他还不比较 只顾着自顾自的兴奋 和偷偷的谋划大事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天的段子 咱们就到这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集的唯一动力 精彩回目就在下集 这老十四印提 才有曾青海 绝风 大将军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